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 只有兩個半月都不夠 選舉氣氛逐漸變得刺熱起來 首先有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似乎忍不住要向拜登 獻上一道死亡之吻 然後還出現了 前任總統奧巴馬 和現任總統特朗普 隔空互罵的情況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看看環球時報英文版 到底怎樣去讚拜登 他們就說 有很多中國分析家都預測 至少在未來四年 中國將需要跟拜登打交道 說到這麼露骨 說到拜登贏硬的 就是這樣 而且一做就不止做四年 問題就是 就算被你捧到拜登上位又如何呢 以拜登的身體狀況 到底能不能夠撐得住那麼久呢 若然撐不住 做到半路中途架崩 是死亡 乖乖乖的 豈不是益了他的副手 何錦麗 哈哈哈哈 當然只是選拜登還是 是選何錦麗 真是 好了 他們還繼續說 這班中國的分析家 注意得到 民主黨的外交政策 表明 如果拜登是獲勝的話 美國將會對中國保持著強硬的態度 因此 北京是會保持著警惕的 但是 從戰術上來都說 美國的做法 將會更加具有可預測性 因為拜登比特朗普處理問題的時候 是會流暢得多 很多國家都認同這一點 他說 拜登的做法是更具可預測性 換言之 我們反過來都說 特朗普就是心不可測 特朗普每走一步都是不按張法的 所以他下一步做甚麼 你永遠都想不到他 不過 不知為何中國那麼有自信 覺得自己是猜到拜登想甚麼 正如當初在16年的時候 中國都說不喜歡希拉里 是喜歡特朗普多些 因為特朗普就不會經常提及到 大陸那些甚麼人權問題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當時希拉里就很喜歡 取消這些東西出來說 誰不知他們以為 特朗普是一個商人本色 他只是做貿易 結果現在就搞到變成了 美國200年以來最反中的時刻 就是現在 所以真是不知道大陸的所謂分析家 哪裡來這麼強烈的自信 覺得自己一定猜到拜登做甚麼 縱然來說 拜登是反應遲鈍 還有 表情是外製 也不代表你猜得到 另外 網上在Twitter有個消息 就指出 說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成員就說過 預計從現在到大選那一天 每三到四天 美國就會對中國和中國的企業 採取一些懲罰的行動 即是說每三到四天就出一拳 我們看過去這一個月來說 事實上那個間距也是差不多 三幾天就有些措施出來 一時針對華為 一時針對TikTok 一時針對微信 甚至乎是他的母公司騰訊 去到今天又取消了三項 和香港之間的雙邊協議 所以他這句說話 其實都是在描述客觀事實 當然他就預測說 去到大選那一天 都會有這些措施不斷地出台 我們就拭目以待 究竟這個人所說的是否準確 不過我看怕都是準的 而且間距分分鐘 遲些不會三到四天 越接近選舉就越密集 所以 大陸這一波都很嚴重 無論不要說那個選舉結果是怎樣 至少來講 特朗普本屆第一屆的總統任期 就是去到明年的一月頭 至少大陸就要多受幾個月才行 說的是五個多月 到底在這五個多月當中 大陸能夠頂多久呢 有很多企業 分分鐘吃百果 大家看看華為就知道 明明他們在歐洲很多的先進文明國家都遭到封殺 即是除了德國 或者是塞爾維亞意外 問題就是他們要尋找出路的時候 現在最新的目的地 竟然說去非洲那時候 是建立這個 5G網絡 蛤 不是吧 哈哈哈 非洲有什麼好建設 大佬 非洲那些人用不用得來 5G 所以 這幾個月都很難捱 而且特朗普經常都不按張法出招 就已經使得大陸是措手不及 若然 連選舉結果特朗普也是不如意的話 他在餘下的任期 肯定 只會是變本加厲 因為有外國媒體曾經說過 說特朗普的團隊在這幾個月要做的事 就是要使到美國對華政策 在下一屆的政府 都不能夠作出重大的改變 怎樣做得到呢 就是要在他 餘下這個任期的時間裏面 奠定了這個局面 就是要做出一些客觀事實出來 使你下一任政府 無論是共和黨做也好 民主黨做也好 你根本上是退不下來的 一退下來就會被國內的民眾 罵得不得了 所以特朗普在這幾個月所做的事 正正就是要使到他現時推行的政策 是會在下屆政府得到一個延續性 當然拜登就已經說明了 說他一上台就會撤銷特朗普時期 對華家政的關稅 他只是敢說關稅 其他方面他也不敢再說 一說關稅已經被人秉到不得了 在美國內部 所以 他其實都是投鼠忌器 我相信拜登背後的選舉團隊 已經叫他收爹 不要再說 他在公眾場合是因為說錯多 在公眾場合 好了 這一篇《環球時報》的報導還怎樣說呢 他們就說 儘管拜登極有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策略 來繼續 美國發起和中國的大國競爭 例如恢復有關於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 即是所謂的CPTPP 這個是以往 歐巴馬也有搞的事 特朗普沒有搞的 中國分析人士就說 只要美國重返多邊主義 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 至少可以有更多理由進行對話和合作 即是說 中國認為拜登是有辦法談判的 拜登是可以合作的 至於特朗普 也不是說沒得對話的 不過那些對話通常是沒甚麼成果 到最後只不過是各說各的話各吹各的調 即是開完等於沒有開白開 那些會議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大陸對於拜登是有些憧憬的 你看到他寫這些東西就是 不過到底這些文章 到最後會否變成了是死亡之吻 就很難說了 但是也有前居可鑑 比如說 在去年年初的台灣大選當中 人民日報 就在大選之前那晚 都要寫一篇文章出來 吹捧韓國瑜 結果那篇文章就成為了 壓跨韓國瑜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選前一晚 在台灣的網絡不斷風傳 大陸不斷讚韓國瑜 不斷撐韓國瑜 哈哈哈哈 真是多得他不少 我們又可以觀察一下 到底大陸的官媒會否持續 有這類型的文章出現 接著就再講講關於 前任總統奧巴馬和 特朗普 隔空互罵 到底兩個人罵什麼 這個奧巴馬 他不斷罵特朗普 說他沒有全心全意投入總統的工作 也沒有表現出從事這項工作的興趣 例如 沒有興趣和人尋求共識 沒有興趣利用總共辦公室的強大力量 來幫助任何人 除了他本人和親友意外 歐巴馬還批評 說特朗普沒有興趣把總統一職 視為真人秀以外的東西 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夠吸引到他所渴望的注意力 而且特朗普政府就好像馬戲團一樣 充滿著卑鄙 謊言和陰謀論 他還形容 特朗普做總統的後果 就是釋放出國民最糟糕的衝動 令到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明星受損 令到美國的民主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真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怎樣令到民主制度受到威脅 怎樣令到美國的聲譽受損 還有歐巴馬還說什麼呢 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 將會是對他個人的侮辱 好了 然後看看特朗普如何反駁他 特朗普說 他之所以會成為總統 就是因為歐巴馬和拜登做得不好 假如他們是做得好的話 他特朗普就不會在這裏 假如他們是做得好的話 他特朗普可能當初也不會競選總統 他會很高興地享受以前的生活 這些就是一句就已經駁斥到他 你歐巴馬說到自己 這麼厲害 認屎認屁 為何你的政治遺產 希拉利是繼承不了 你以為自己那麼威風 英明神武 那麼威水 希拉利贏才是 最好笑是希拉利走出來說 當年他怎樣在普選票上 贏到300萬票 但就輸了選舉人票 所以 他就說 需要大勝才能令特朗普無法取巧 偷走勝利 到底誰才侵害美國的民主制度 美國這個選舉人票的制度 行之有效 兩個世紀 為何你突然之間一次失利 就馬上想否定這個制度 你心想說這個制度不好用嗎 就說這個制度不民主嗎 這些人才是不尊重民主 才是蠶食民主 希拉利輸了就是輸了 選舉人票的制度就是為了保障 細小的州份 居民的聲音 得以發揮 如果下下只是計算這個普選票的話 這樣就可以了 幾個州已經是決定了 加州 紐約州 當然紐約州 加州的 聽眾就不可以有hard feeling 我不是在批評你的 我意思只是說 這些希拉利說的說話是不對的 當然你可以認為 選舉人票的制度是有所不足 但你不應該因為特朗普曾經 透過選舉人票的制度勝出了 就說這個制度是不好的 你只不過是 對特朗普不老禮 你對於這個制度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老禮 先要分分清 分分開一些東西 不要混為一談 而且歐巴馬那麼喜歡批評 批評一下你的前下屬希拉利 怎樣令到民主制度 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特朗普有做這些事嗎 他有批評美國的民主制度嗎 莫名其妙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